这才是真正的八卦掌高手 身似游龙招式干脆 可惜的是 他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传给了外国人 那么老一辈的八卦掌高手 都是如何练功的呢 我在八十年代老电影《武林志》里有了答案 首先是走圈 要求烫尼布 剪子腿 稳如做教 只有步伐稳健 踩在青砖上才不会打话 同时保持掌型 第二步就难了 把青砖侧着放走圈 必须弃罐脚底下盘稳固才可以 两手还托举着五块青砖 第三步难度不可想象 直接立着放青砖走圈 头顶还举着重五泰山压顶 口膝松胯拧腰头顶悬 接下来是八卦掌的九宫庄 庄上放着水碗这个练法很特别 稍不注意就会碰到 这也是在追庄 要假想装就是人 觉得有人在追你 然后练闪转腾挪 别看这位老爷子年龄大 身手敏捷 动作灵活 一气呵成 现在人哪有这精气神 这是上高桩练走圈 高桩足有一人高 走转中身体像个不倒翁 足底像生根 这是掌力的训练方法 打树桩 现在练八卦掌的 很少这么用功练了 很惭愧 同时还要拍沙包 增强手掌的穿透力 你看他的汗水都浸湿了沙包 由此可以想象 老一辈武术家是如何用心练功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 积极实战本领 而不是光靠用嘴吹 谢谢大家